记者林金伦花莲报道,花莲银门翠堤大楼6日深夜墙镇后青岛,今天8日,现场还有500多名锦衣销轮班投入救灾。 在这群救难英雄背后,还有一群低调的英雄默默提供热汤、食物。 来自宜兰罗东的赖星银说,大楼里还有人比在现场的我们更危险。 昨天他获得消息,下午立刻赶到现场,募集物资提供姜汤、米粉汤给搜救人员暖胃暖身,晚上一样餐风露宿。 他说,虽然累,但希望能为灾区尽为博之力。 43岁的赖星银及64岁的陈永清市道教教友,昨天下午5点在花莲会合后,随即开始向亲友。 一般民众募集物资到云门催提灾区煮浆茶、热汤,让辛苦的救灾人员暖暖身。 现场渔阵不断,气温骤降又下起大雨。 两人仍不畏施寒与地震威胁,与所有搜救人员一起参风露宿。 赖星银说,他不怕花莲渔阵很多。 看到电视上的灾情,就立即搭火车来到花莲。 因为大楼里还有人比在现场的我们更危险。 到了花莲,他开始向这里的亲友及民众募集物资。 昨晚已经煮掉二锅姜汤,今天又煮了一锅米粉汤。 希望能全力协助搜救人员。 虽然跟搜救人员一样参风露宿,忍受寒风趴在桌上就睡。 但看到接过姜汤的温暖笑脸,一切辛苦都值得。 与其在电视里看得紧张,不如到现场为搜救人员加油。 赖星银说,他对台湾这块土地很有感情,天灾大家都不愿意, 很希望所有人都能平安。 看到云门翠堤大楼的惨况,只是觉得心酸,人生无常。 陈永青说,之前遇到921时,那时他在家乡台中大理,灾情非常惨重, 所以对震灾能感同身受。 他是厨师,看到花莲的情况,立即从台北搭火车下来, 希望能帮多少就帮多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